這次出席新運大師教練,心裡有時候有什麼想法? 因為最後也 最後是見他大概兩年前了吧,他最後 還是坐著倫理跟我講那些話 最後送我一套書了,只是說帶回去念這樣 沒有什麼特的這個 因為你之前常常會去佛光山的道場,當初大家很轟動的金鋼精 其實你與佛有緣,針對這個人物的話,你有什麼樣的看法?他對於兩岸也好 對於世界也好,你認為他具有什麼樣的能力的陣樣? 反正 我倒覺得這樣啦 該做的他都做了,剩下之後面的人要繼續努力 你看這樣,不過他一生當然是 我覺得可以成就這麼多,算是很了不起 會不會指導他都參選哪一台教員? 請問你怎麼看法? 我覺得這種東西都是沒有必要的 交流比交惡好嘛 純善心理 交流比交惡好啊 對話比對方好啊 對話比對方好啊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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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